音樂 我們的核心理念是Enjoy, Care and Share 我們的理念是想大參加 享受大自然和體驗不同的香港生態路線 希望每一個參加者都可以身體力行關注保育和保護大自然 我們過往舉辦過很多環保或生態教育的活動 例如不同的生態道長團、遠足活動、官鳥和官蝴蝶等等 另外我們亦有生態攝影的課程和不同類型的環保或生態的講座 現在我們需要的是提高我們社企的知名度 進一步拓展企業的客戶群 還有優化我們現在社交媒體的市場推廣策略 還有需要了解市場的趨勢 去做一些更多元化 以及可以吸引到大眾的再造的工作坊 港鐵公司一向以關懷備置 創新和可持續的服務 聯繫和建設社區 今年是我們第一次參加總子聯盟計劃 很高興透過計劃認識新泰巴士這間社企的成立理念 與我們港鐵公司自力減低碳足跡 以及減少對環境的影響 以及維持生物多樣性的工作十分配合 我們相信透過協作項目 可以與社企分享一些營運管理 以及市場推廣等等的經驗 提升社企的市場競爭力 藉此回饋社會 今次總子聯盟計劃的經驗交流之外 我們亦會探討未來與新泰巴士的合作 與企業義工隊舉辦活動 以及針對升級再造主題的合作項目 為社區創造價值 我們亦都留意到新泰巴士 較少與商界的企業合作 例如聯同商界的企業義工隊 協辦一些以保育為主題的義工活動等等 針對以上的問題 港鐵公司就社交媒體上的宣傳 和宣傳刊物的設計這兩個範疇 提供了一些經驗的分享和意見 我們亦都透過實地視察 探討車廠裏面的包裝木箱 作為升級再造原材料的可能性 考察之後亦都安排了樣本 送到新泰巴士的工作室做試驗 後果非常理想 雙方會在這個範疇探討進一步的合作 最後港鐵公司也都建議 新泰巴士在疫情緩和之後 可以探討合作舉辦一些保育相關的義工活動 例如是靜山或者靜灘等等 透過和新泰巴士的接觸 啟發了我們的企業義工隊 在舉辦活動的時候 可以作出一些新的嘗試 港鐵公司希望透過為社會企業提供機會 促進社會的流動和進步 帶來更多發展和機遇 今次總子聯盟計劃為我們 帶來了很多不同的啟發 包括發展了一些新的升級再造工作坊 計劃令我們主動接觸了很多商界的企業 和他們的義工隊舉辦了一些 關於環保或者保育的活動 今次和港鐵的合作 令我們重新檢視了我們的市場推廣 和宣傳的策略 我們亦更加了解一些企業 對於可持續發展的願景和目標 很感謝總子聯盟計劃 和今次配對隊的企業港鐵公司 未來我們相信和他的義工團隊 會一起舉辦很多不同的活動 希望總子聯盟計劃 未來可以幫助到更多社企